哈登是现在联盟中最为出色的后卫球人之一 上个赛季的他不仅取得了豪华的个人数据 还带领球队取得了联盟第一的游戏战绩 因此本赛季的火箭依旧是大家所关注的重顶球队 不过请三场比赛中 他们仅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也让很多的火箭球迷开始担心火箭本赛季的发挥 但也有些人对哈登竞技场比赛的发挥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超高的情商得到了外界的认可 在与虎人的对决中 两队就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因格拉姆更是直接狠狠的推了哈登一把 但是哈登并没有对这个年轻球员做出相应的回应 容忍后背对于自己的挑衅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哈登却可以 而在今天与快船的比赛中 哈登也在此险些与对手爆发矛盾 在手接比赛的中期 哈登持球想要突破火箭就将贝福利的防守 随后在一个突然的加速度与贝福利发生身体接触之后 贝福利直接被哈登撞到载头了 随后充满愤怒的他立马起身找到哈登好说法 同时他的队友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去支援他 但是哈登并没有选择对他们做出回应 而是直接走开了 因此就有人评价现在哈登是下个邓肯 他在处理矛盾方法 上与邓肯十分的相似 就是选择不谈理对方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阻止矛盾的发生 因为那时他知道一旦发生矛盾 他也将会有面临竞赛的风险 到那时球 队也将在缺少他跟保罗的情况下而群龙无首